如果你没登录的话 它会提示你先去登录到这个页面 这是我们前端的工程里面实现的功能 这节课我们把登录功能给它打 找到我们前端项目下 login这个页面 对应的index.tsx这个文件 我们在这里做了判断 如果用户输入的内容都对 那么我们就走这个登录的流程 这块我们也要发阿加克斯请求 所以我在这儿import 写在这顶上吧 from axis OK 然后在这里我去直接这种 面向过程的写法了 当然可能写的有点问题 大家后面可以在react里面 引入各种各样的中间件 或redux的中间件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就把所有的逻辑 都写在我们的组件里面来了 在这里我通过axis去获取一下 或者说去提交一下我的登录数据 axis里面有post这个方法 如果我要做post 请求的提交 我要往哪提交 我要往这个 刚才我说了 提交的时候 前面要加个API 才能走到我们的后端服务器 我去走login这个接口 这块第二个参数 其实需要我们传的是 给到后台的表单的数据 那在axis里面 如果你想使用这种表单的提照的话 需要安装一个新的 第三方的工具 我们清一下屏 在前端的项目下 安装一个叫做 QS的工具 query stream对吧 对这个query做一些处理 OK我们这里就直接写 import QS from QS 然后在下面呢 这块我要对参数做一个处理 才能够正确的提交 QS.r stringify对吧 里面呢我把参数传进去 那我要传的就是 password这个字 那他用的这个值是什么呢 用的是value.password 没问题 这么去写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要再去传一个第三个参数 这个参数指的是 当你提交的时候 请求投的一些信息 因为你是post发送表单的数据 所以请求投里啊 你还要加一个headers 把content的tap设计一下 content 看评的对不对啊 tap 类型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没问题 下面呢我们一般用 x-3w-form-urlencoded 没问题 应该是这么写的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会提示一个问题 这一块我写一个双引号 后面这一块呢多了一个大引号 保存 行 那现在呢我们引入了qs 然后呢通过qs对form表单的内容 做了一个signified的操作 然后提交给后端 这里呢还设置了提交这个post请求的时候 header里面多了一个content type 对应的header字段 它是application x-3w-form-urlencoded 没问题 那我现在这块会报一个错误说 qs啊 有问题 因为qs是一个js的酷 所以你想在ts里面用它 你得安装 对应的类型电源文件 刚打d 安装到dvdependencies里面就可以了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这个酷应该很小 OK 那么现在它已经安装好了 我可以运行一下npm start这个命令 让它启动一下 好 那它启动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预测一下 当你点这个提交按钮的时候 去发这个请求 这个请求会不会有正确的响应呢 实际上一定不会的 为什么呀 因为前端我请求后端接口的时候 我往上翻啊 在这里 我请求api login 它会代理到我后端的这个服务器的代码上面去 在后端的这个服务器上 我打开controller下面的login controller 你会发现我压根就没有API下面login的对应的接口 所以这块呢 我改一下 以前这个叫做login的接口 现在给它改成叫做api login 那现在呢 它也是接收password的 然后做一些提示 密码呢 正确密码 应该是123 没问题 我保存一下 好 这个时候后端服务器也会重新启动一下啊 前端服务器也已经启动 OK了 那这个时候我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我输入一个 当然我打开控制台啊 一起来看 点开network 我们来看请求 我输入333 点击登录 它会提示登录失败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发送的password呢 确实是333 登录失败 没问题 那我如果输入123的话 点击登录 它会提示你 什么呢 我们看response data true OK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在这里点开console啊 点开console之后呢 因为刚才我已经登录了 所以在本地会留下这种session 或者sessionsig这样的一些标签 我把它干掉 重新刷新啊 现在我把登录状态先清一下 然后呢 我在这里要写代码了 现在整个前后端已经跑通 大家刚才已经看到了 那我对前端的代码做一些修改就可以了 当我去发这个请求之后 我是不是一定要用点进的方法 对这个res做一些处理啊 我说结合res的返回数据 我要写一些逻辑 OK 我console点log一下 res 保存 回到 页面上 刷新啊 点开console 当我说 123的时候 点登录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data data里面还会有一个 data是true对吧 那我就可以这么写 if res.data 问号.data 如果呢 你存在的话 我就怎么样 否则的话 我就怎么样 那存在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到首页啊 这块依然又涉及到之前的这个逻辑 我可以在这里面再去写一个状态 叫state等于 islogin 默认是false 它一定是没有登录的 对吧 OK 如果是没有登录的话 那么我们这么去写 在render的时候 const this.r state OK if 当然我可以写在上面 islogin 我们写一个笨号对吧 然后如果登录的话呢 我就返回一个redirect 这块呢 我要写一个tool 当然redirect 现在这个组件没有引入 一会儿我去引它 如果你登录的话 我就跳回到 首页 这我写成一个三远运算符 否则的话 那么 我再去return 后面的这个东西 这么去写 就可以了 往下翻一翻 OK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它会提示我 redirect不存在 我只要从reactrouterdom里面去引入redirect 就可以了 OK 保存 我们看一下啊 下面有没有问题 它会说 re 啊 这块写错了 redirect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里也拼错了 redirect 行 写完之后呢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如果你登录了 那我就怎么样呢 this.set state 让它的 slogin 变成一个 tool 那么它就跳转了 否则 如果你这个data是false 就表示你登录失败 对吧 那如果登录失败的话 我该怎么做呢 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登录失败的话 我们提示一下就行 就这块我可以从 onDesign里面去引入一个叫做message 这样的一个组件 那message呢 可以点error 把什么打印出来就行呢 res.data下面的 error 或者说直接写一个 登录失败 即可 我们就不做得很精细了啊 大概给大家讲解一下 主要逻辑的意思就可以 保存一下 回到乱七 在这里 我输入一个333点登录 它会提示登录失败 当我输入123的时候 点登录 它还会提示失败 我们看一下啊 network 当你输入333的时候 它提示已经登录过 对吧 OK login的时候 也已经提示过 已经登录过 所以有一个小小的bug 在这里啊 我先把application下面的 这个session 清除掉 默认呢 它是没有登录过的 我刷新 没有登录过提示 在这里输入333的话 点击登录 它会提示登录失败 我看一下 网络请求这块 OK 确实登录失败 那如果输入123的话 它会直接跳转到手印 我们console 在手印里面 我们刷一下 诶 手印的内容并没有出来 我们看一下 问题在哪 关闭一下这块的东西 我们刷新 手印确实没有出来 我们到我们手印的逻辑里面 再来看一下 所以这块 遗留了几个小的bug islogin 看一下它的状态 console.log一下 islogin 保存 回到页面上 我们点控制胎 刷新 islogin是true 那我们看 isloaded loaded现在可能是一个false 我们在这再打印象 保存 刷新 loaded是false 它里面呢 没有变成true 我们看一下原因是什么 那实际上 这块的问题在哪呢 这块问题在真正上 我们判断 如果用户没登录的情况下 才会把loaded支撑true 但假设用户登录的话 其实我并没有制这个loaded的 其实我也应该制一下 this.setState 用户如果现在的状态 是一个登录状态 那么也已经完成 接口的加载了 那我应该把loaded支撑true 或者呢 这个代码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啊 islogin 写在上面 然后呢在下面再调一个 this.setState loaded 变成一个true 保存 这么写应该问题就没有了 我们再回到页面上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现在假设我进login这个页面 其实还是能进的 如果我输入一个正确的密码的话 大家来看啊 登录 他说登录失败 那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已经登录了 再去请求这个login的时候 他就会提示我已经登录过 怎么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前端的逻辑里面 根据error message呢 再做一层判断 当然这样比较麻烦 我也可以直接去改后端的接口 会简单一些 所以我呢 去改一下后端的接口 关闭掉前端 我们现在写的代码 找到logincontroller后端的代码 在这一块啊 我去做一个判断 如果用户已经登录的话 那我也让他返回一个处就可以了 这块看一下 小一个画口号 保存 然后再回到这个login的页面 OK 我数123 他始终能够登录 然后如果再进这个login的登录地址 其实我还是能让你再次登录的 但如果你数123 也能让你再回到首页 当然如果你输入错的话 我会提示你密码输入错误啊 这块的逻辑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问题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自己可以把它做一些完善 但我觉得讲到这里 基本的逻辑打通就差不多了 重点在于给大家讲解TypeScript 而不是各种各样的业务的实现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块有一个退出按钮 其实它应该去完成一个退出的功能 我们也在这节课给大家做完 我们到哪里呢 首先到前台的页面 frontend project 到home这个页面上面 去有一个退出这样的按钮 我们可以给一个onclick实践 然后它执行 Next.handle logout click这样的一个方法 上面呢我写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里实际上它会接受一个e 类型是如果我们写event 它会报错 它会告诉你这个e的类型 应该是react mouse event 对吧 那我这一块呢 就写react mouse event 当然呢 这个e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啊 我们其实不写这个参数也是OK的 当logout被点击的时候 实际上我还是要发一个axes的接口的 那我去请求哪里呢 一定也是API开头的 不然代理不过去 我呢 请求logout这个接口 如果你这个用户已经退出登录了 那么我们在里面干一点什么样的事情 否则干一点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啊 保存 我在这就先打印一下这个 res就可以了 当然这块写完了 我们现在能不能用呢 实际上不能用 因为我们后端的接口 还没有跟随着改变 所以依然我要到backend project里面 找到login controller 把我们的logout的逻辑改一下 改成API下面的logout 没问题了 当我代码改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大家也会看到 你后端这块渲染页面的逻辑 我们已经全部拿到前端来做了 那么这个跟路径的地址 对应的home这个楼像 我就可以把它的后端代码全部干掉 它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剩下的三个接口 你会发现它前面都带API 那我可以怎么写 我可以把这个API放在controller的后面 而这块我就直接写 就是login login和logout就好了 保存一下 OK 那现在我们前后端都已经改完了 我把后端的代码收起来 看前端呢 点退出按钮的时候 会去执行 阿甲克斯请求 去访问logout这个接口 那请求完了之后 我会把RES打印出来 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刷一下页面 然后点击console 点击退出的时候 它会把内容打印出来 说data true表示 退出已经成功了 那么我们在这儿 就写一个代码 跟上面的差不多 if RES data 下面的data 也就是 如果你退出成功的话 那我怎么做呢 我可以在这儿 this.r setState 然后这块 我只要把login 变成一个 叫false 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我们实验一下 现在整体的逻辑 能不能走通啊 否则的话 其实我应该 也引入message 这样的一个 做一个提示 退出失败 当然这块逻辑上 也要做一个变更啊 因为退出的时候 如果你退出成功的话 这个data 应该是true 所以你把login 制成false 这块应该把这个 碳号给去掉 保存一下 我们到浏览器上来看啊 刷新 OK 它会直接跳到 login这个页面 我访问首页 首页这个时候 其实你访问 它没有登录的时候 它会打印一个false 同时还有一个警告 这些问题怎么修复呢 首先false这块 我先把它干掉 然后呢 这个报问题的原因在这 因为我们连续调用了 两次setState 所以呢 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写了 我们还是这么写啊 如果你登录失败的话 那么 hislogin是false loaded是出 否则的话 我setState loaded是 出 就可以了 再保存 好 再回到浏览器 那我访问 根路径 首页的时候 你没登录 它会让你去登录 然后也不报错了 当我输123 登录成功的时候 它会到这个位置 然后点退出的时候 大家看 那network 它会发出一个请求 success是处 data也是处 但是呢 好像页面并没有跳转 我们来看一下原因是什么 回到我们的代码 我们呢 往下找一找 当你点击退出的时候 会执行这段的逻辑 当退出结束之后呢 你会把login 置为false 但这块其实login 我应该写错了 应该写称 islogin 对不对 好 保存一下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浏览器上 刷新啊 如果我进根路径的时候 现在没有登录 它会让我去登录 我输 这个333 登录错误 提示错误 我输123 登录成功 点击登录 没问题 它现在展示出我的功能 当我点退出的时候 又会进入登录的页面 我输333 报错 我输123 点登录 没问题 又回到我的这个页面 然后我重新刷新的话 大家看 因为我登录过了 所以功能都会展示出来 那么我们登录和退出的功能 做到这里 其实就整体跑通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代码 我们可以优化一下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前端呢 我们就写成这个样子 再去看一下后端的代码 backend project 找到login controller 这块呢 API 下面有slogin login logout 这几个接口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关闭掉 我们看一下 corner controller 这块 因为接下来 我们要写这块的代码 这块的代码里面呢 我们看 有一个checkloginmiddleware 这样的一个console.log 它现在没什么用了 我可以把它干掉 然后有一个test 这样的middleware 那么它是一个测试 使用的中间价 现在我也不用了 所以usetest 它干掉 OK 没问题啊 现在我们登录和退出的功能写完了 接下来 只要再去写一下爬虫的爬取和展示功能 就可以了 那这几课先到这里 大家加油 同学们大家好 上级